哈喽各位观众好,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一本旧书 所以这个是叫做最强的数码暴龙 第一代到第五代了 现在数码暴龙不是叫数码暴龙,现在叫数码宝贝 所以这个书基本上是收录了 就全部角色了,对战相相性表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叫数码暴龙对战机 还是数码7 就基本上是这个版本是很多年前的 是1997年,应该1997年开始有这个产品 所以基本上我以前是买D-DAI 就这一个,我手上这一个 它是D-DAI的版本 然后现在基本上是已经有了 新的,他们已经是出了新的版本了 也是这样,也是,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但是可能有加了新的元素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那个对战期已经是没有了 那么多年 市场上也是可以找到旧的 就有些人买二手了 所以今天我这个,这本书呢 是,我只是讲一些重点 我想讲的重点 就是有关于它的成长的那个条件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 那个数码宝贝它是有 它是有 它是有 就是那些 虚幻的一些东西 那个虚构的一些东西 我们就看了 所以基本上 它是有介绍到咯 就是从那些 这个叫什么幼年期啊 幼年期 在进化这个咯 这个是D-DAI 然后是成长期 成长 成长型的 成长期啦 然后这个也是成长期 然后这些也是成熟期 这些有D介绍啦 然后它也是 它的那条件呢 也是有 进化条件也是有自己写啦 就有一些就讲哦 你的生活啊 生活的那个 一定要规律啊 然后训练要 第一过15次啊 然后5次以上啊 然后 饱兔啊 然后睡眠妨碍啊 这些咯 这些就是 你要进化到 这个怪兽呢 就是要 符合这些条件啦 然后什么 其实什么是叫做 生活不规律呢 或者是生活规律 规律化咯 基本上它是 这里我看到了 我找到我之前 我刚才看这本书 也是也是很奇怪 什么什么东西来的 什么规律不规律 它是有写到 呃 啊 这个这里 它是有写到 就是 规律咧 就是要 它呼叫 你的数码宝贝 呼叫你的时候 20分钟以内 你就要帮它 解决它要的东西啦 然后不规律就是 超过40次以上 你不回复它 就是算是不规律咯 这样子咯 然后 呃 你讲到那种训练的话咧 训练应该是那种 呃 提升它的 能力那些啦 我忘记了是怎么样子啦 就是 如果看回 看回这里咧 看回这里 它是有 呃 左上角有呢 它的status那些咯 然后 呃 然后 第二个是吃东西咯 然后第三个应该是训练啦 然后第四个是 呃 个人 呃 对战啦 欸 猛掉了 然后第五下 然后右下角是大便咯 然后 第一 然后再过 第二个就是 睡觉开 开灌灯咯 然后 过后是 呃 帮它治病咯 然后就 右下角那个是 胡椒咯 就胡椒啦 然后 所以 我们自己可以看到啦 然后 饱兔就是 应该是 呃 让它有显示到它 它吃饱那个 那个 呃 那个 那个 呃 有显示到它吃饱啦 这样子啦 我忘记了还是 才是这样 才是这样显示它吃饱啦 然后睡眠方案应该是 我都不懂什么 什么叫睡眠妨碍 就是 开灌灯要 呃 要妨碍它 就叫醒它 应该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我也不清楚 我也因为太久了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啦 我相信有玩这个游戏的人 或者是现在已经 有这个 呃 这个数码器 或者对 对战 对战器 应该是明白我讲什么的啦 然后基本上我自己本身啦 我自己本身玩这个第一代的时候呢 也是有 呃 就基本上是从 呃 这个 黑球兽 滚球兽 然后通常升级到 呃 两个都有啦 这个阿古兽跟那个 比特兽也是有升级过 然后基本上是成长期就可以开始战斗啦 个人战斗啦 然后通常我啦 我自己啦 我是可以升升到 呃 暴龙兽咯 其他这里是 然后这个也是有 试过 也是有啦 但是比例上 比例上 我得到 这个 比提兽的几率是蛮高的 然后其他的 呃 这个 恶魔兽跟 火炎兽是基本上没有拿过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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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进化过这个 然后这个好像有也是有了 但是很少 然后这个是海龙兽是基本上是没有 然后完全 完全体 完全体 所以完全体 所以完全体他们的升级哦 呃 等下讲 我基本上从完全体呢 我只是有升级升到这个啦 熊仔兽啦 因为毕竟他的进化 呃 必须要从皮地兽进化到 熊仔兽啦 其他我都没有 好像也没有进化过 这个我没有进化过 这个好像有 好像没 也是 哦这个也是 这个没有也是没有 只是这个吧 然后那时进化了 我开心啦 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进化到啦 哦 就是 机缘巧合啦 因为这种 呃 这种 呃 进化式也是有看巴仙兽的 然后 我那时也是有跟我的领居 有战斗啦 然后 呃 然后 刚巧 那 这本书是我领居的 然后但是他不要了 所以给我 所以那时我 我的邻居有这本书 所以 他那时也是 他基本上都一直赢我啦 所以就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一直赢呢 然后 就原来是还有这种 呃 这种 这种 呃 这种 呃 攻略啦 然后这有写咯 变成 完全体的条件 就是讲呃 你要 呃 你要战斗 15厂以上 哦 然后 升率就是讲呃 如果 40%以上 就有 八分之一的机会 进化 然后 70%就有四分之一 然后80%就有二分之一 基本上就 营越多 就基本上是 呃 能进化的机率就越高咯 哦 然后下面有那种 呃 战斗 呃 那种算法啊 哦 呃 这 这 这记录要有 成熟区 成长 期和成熟期的 胜率和计判断的 例如 两 时期 的 胜率也在80%以上 那么 变成完全体的机会 便是 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 100% 这样算的 所以就是 呃 纪律的问题 纪律的 纪律的 游戏啊 所以 呃 我基本上也只是玩过第一代 然后第二代开始 就基本上是很陌生的 但是它的那个 呃 成长的那个 方法应该是 差不多了 哦 也差不远了 我觉得 这些我不讲了 不讲不讲了 这些咯 然后 过后这些 我就不讲了 我要讲就是它的 主要是要讲后面的 在后面的 就讲它 怎样才能 胜利啊 哦 然后 就战胜 就战胜 几率会比较高了 然后 它 这些咯 这些咯 有写到 就是讲 哦 它讲 它有 讲 战斗啊 然后 战斗之前要注意什么啊 战斗要训练啦 训练才提高那个 这个 嗯 练到精力的数值 全满吧 这样就可以提升 呃 战胜的几率 会 十六分之 四 对吧 这样子就提高一些几率了 哦 哦 哦 就最多可以提升到十六分之十 四分之一 哦 哦 四分之一 那么十六分 十六分之十 那些奇怪 哦 提升 哦 OK 这个没关系 所以 呃 我们是可以控制 呃 这个训练 来 提升那个 胜利 然后 它们基本上 它这里有看到这个图表哦 就是基本上 就是 呃 呃 就是 怎么讲 就是 你有用 你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category 的嘛 很多group a 啊 group b 啊 group c 等等等等 到这个最后完全体 然后基本上它是 呃 不要讲该训练那个 那个 增加胜率 那个 这个东西 这个 如果我们讲 从这个最基本的图表来看啊 就是说 呃 我们可以看到 从左边的那个column 可以看到 A B C D 这里可能看 可能比较看不到 它的颜色 JK L 所以 基本上是 我们简单来看啊 就是 A 就是refer to 这个咯 A 这个咯 就是 成长期啦 这个category 然后B 也是成长期 这两个category 也是成长期 是成长期啦 然后基本上如果你讲 是这个A跟B 是成长期嘛 所以 A跟B A跟B 是 呃 二分之一 基本上的percentage 那个percentage 能伸 就是 基本上就是讲 你A对A 你的对手是 A就是两个成长期 呃 category A的 基本上你们是 呃 有 一半一半啊 能伸出 但是 B也是一半一半的 A对B 然后 B对A 也是一样啦 一半一半的 但是这个是没有包括训练啊 真的 但是 如果你讲 呃 成长期 就是一半一半的 然后 呃 但是成长期 对 呃 成熟期以上的 叻 那个就惨了 哦 那个就 呃 几率就很 就变到这样咯 哦 呃 呃 如果 基本上你 打JKL 就是 JKL就是 完全 体的 完全体 基本上是 没有 几率 生出的啦 就 十六分之一 怎样赢 不可能 哦 所以 你要赢 呃 呃 成长期要赢 基本上只能成长期对成长期啦 即使是你到成熟期的C Group C Group C 你也打不赢咯 就是还是直接掉去 A对C是直接掉去 1% B对C也是一样啦 这个percentage 就意思是讲成长期 两种成长期 它的 胜率对成熟期以上的 或者是完全体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同的就是成熟期 可能C开始 C C对A 这些就是或者是 E FG H IJ K L 就基本上是 几率是 银成长期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讲是 跟成熟期 跟完全体比较 还是分别就有啦 就好像你讲C C啦 对成熟期的 C 1分之1 然后16分之11 然后16分之9 以此类推啦 但是你讲D 对 C 就直接掉去 5分之16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不一样的 就每个属性是不一样的 就意思是讲你个人对战 你要赢 你就确保 对方是真的是 比你胜率比你低的 但是 那时我自己 如果那是我啦 我自己也是没有选 因为我凝聚就有自一本胜输 然后我的对手 只有他而已啦 因为我也找不到人 就是也不方便拿 就是带着那个这个对 对战机就到处跑啦 就我朋友也是 但是也是 也是很难见面的 那些朋友 就学校的话 学校也不给带着 所以从这里 成熟期啦 呃 最差的基本上是 呃 就大家应该是 呃 可以看到啦 就是这个 group I 这个 就是 BT-SOU 鼻死-SOU 大便-SOU 这个 就是 大家如果看 呃 数码宝贝的动漫 就知道 这个category 是很差的 所以你想看 你看这里 I 就对其他的 都是可能 呃 C一开始 C这里啦 他对 他对那个 成长期都 都十六分之九而已啦 哦 所以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 你看 其他的 你想看 你看 如果你讲 J啦 十六分之十五啦 其实算是很高的 算是 算是满分了啦 基本上 因为 如果你看这里 这个是 呃 JKL的 哦 JKL 基本上 他 对 成熟期 呃 或者是 成长期 十六分 十六分之十五 然后对一些 对其他成熟期呢 都是有 都起码13 然后最高是15 所以基本上是 15 算是 赢定的啦 通常赢定的 哦 也不 不太可能 赢到 赢到 完全 成熟期应该 赢不到完全体了 除非你那么好彩啦 就是 你能 就是 十六分 十六分之 一 你都 你都能 脱影而出 这样子能生出这样的习惯 所以 I是 是自己最差的啦 就是成熟期里面 连 呃 成长期都可能会 数掉那种啦 虽然讲机率还是比较 呃 还是比较高啊 过班的 呃 所以 讲最强的 哦 最强都是 嗯 都有几个啦 几个category啦 就是最强的 我看到是 一跟 一跟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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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回 呃 完全体啦 完全体 OK 哦 基本上是 如果你讲 从 呃 就好像讲 那个 D 代 从BT 兽 进化到熊仔兽 熊仔兽 是D 代的最强的 那个 就其他以此类类 其实那个 那个 formula 是一样的 哦 就 呃 就是 自五代里面 最强的是这个category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即使是 呃 这个 J JKL 然后 最后 呃 三排 最后三排也是 JKL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呃 也是 J 就是这个 J 就是 呃 呃 那个 呃 这个 呃 机械爆龙收的 这个J 呃 就是K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里 J啊 J 呃 十六分之八 二分之一 呃 J对J 也是二分之一而已 然后 呃 J对K 是十六分之五 然后过后也是十六分之五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呃 K 对J 是十六分之一哦 就是基本上是 K是真的是比J强啦 然后其他的 呃 K 对K 就二分之一哦 然后K 对L 十六分之五 基本上是 意思是讲是第二强啦 这个这个 这一个category 哦 K是第二强 然后最强是 呃 呃 L啦 就是基本上还是 对 对L 对J 是十六分之十一 然后十六分之十一 然后二分之一 就这样子啦 这个东西 然后基本上 这里是讲 呃 你按什么接扭呢 是也是没有用的 哦 就在乎那个胜率而已啦 可是 就很奇怪啦 我我相信是还是有一些 呃 呃 那种 呃 那种 呃 那种 密码的东西啦 然后后面这里也是有讲到 他是有一些 cheat的啦 但是这个是好像是讲是 呃 那种 小到消息的 哦 就讲呃 他怎么按A 怎么按 怎样按什么 然后还就可以 避免受伤啊 然后 呃 可以读药秘密啊 就可以 按 这个 A B B B A B C 他就可以在 在两个小时中毒而死哦 然后其他的 就 就 呃 这个不懂啦 因为我也没有 我也不懂这个这个密码啦 可能我的邻居可能比较清楚 但是基本上我邻居也 也 已经是没有联系了 因为我我邻居已经不在不在治理了 哦 所以 这个是蛮有趣的东西 因为 我以前 买这个 这个 呃 地带 也是因为 邻居 应该是他也是想 找人对战啦 但是 有问我们要不要了 然后够就 我们就用 就我家人啦 就就我自己啦 就用红包钱 可能 还是跟我的兄弟姐妹也是有 一起公司啦 然后到最后 还算还算是我也是我玩而已啦 我就买了 买了 这个东西 然后跟一直跟我的邻居对战 这样子哦 嗯 就这样子哦 希望这个视频 呃 可以给大家带回他 就有玩过的 或者现在玩这新版本的 就有一点 呃 可以可以看到 看可以 呃 从我这视频可以看到 一些东西啦 谢谢大家